公元前194年的一天 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惠帝刘盈 接到自己母亲吕智 吕太后一道旨意 说要带她去看仁智 汉惠帝不明就里 也就碍于母亲的威压 不得已跟着去了 结果汉惠帝就被带到 后宫的一个厕所里 她看到了一个没有头发 眉毛被砍掉手脚 挖掉双眼 戳龙双耳的女人 汉惠帝已经询问才知道 这是父亲刘邦生前 最宠爱的妻夫人 汉惠帝得知妻夫人 被母亲如此折磨 竟然当场痛哭失声 他派人对吕智说 此非人所为 臣为太后子 终不能治天下 意思就是 能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根本就不是人 我作为太后的儿子 已经无言治理天下了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 汉惠帝从内以后 就每天饮酒作乐 荒淫无度 不理朝政 与此同时 汉惠帝还会想尽办法 与母亲作对 甚至还想杀掉 吕智的左膀右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